他不去迴乎一年的業績 是在今年已經就落 不過你們現場幾個提出說 非至他不去一年業績的公道提案 中選會再起是辦第二次聽證 幾個就強調說 這個提案沒涉及到情侯人數 裡面 也是民館的系統 不是這人數屬行 國防部就說 民對中國的威脅 國軍進行軍隊賓館的賓國 會暗接兵役法來頂截 去消費因素屬行 看一下這個反兵役延長 他沒有涉及對任何一個特定個人 任免說他特定職務的問題 我們不是說公投要求 誰來當國防部長 誰來當參謀總長 沒有這回事 所以這個沒有針對一個具體的 個人的人事任命問題 國防部不管是之前 就是說採取四個月的軍事訓練 我現在是恢復一年常備 都是依照法定的權利來執行 手機分表時按照兵計畫 三十四項規定 國防部員就政兵報告 開後其部業 也會等到消費人數款 也就是照公道法規定 人數不然公道 不過有學者提出 保定的境界 其所有政策都跟人有關係 如果幫人緊張 修起人數的項目 我們剛才喊助公道 還會讓行政機關更加多勘憾 如果跟人有關係的事情 我們都說這是人事事項的話 那公民投票的議題 恐怕就很難成案 中共這幾年的一個軍事 跟國防現代化 它對我們的軍事威脅 真的是我們所面臨的處境 是非常嚴峻的 所以我們一做到需求 我們定出一個編裝的調整 國防部回應 占對國際局勢和中國威脅 國軍要優租回應 就官對兵員評過 按兵員評過來精進 對第三回國情聽情表習論中 記者總合佈的